全臺疫情嚴重居家隔離人數 已經突破六萬 各行各業紛紛受到影響 目前接種完三劑疫苗的醫護人員 就算被匡列 也能以每天PCR或快篩取代居家隔離 指揮中心再開放 維持社會機能正常運作的機關 和事業單位 像是發電廠 中油等必要人員 都會優先考慮 而全民試用還要再等等 不過分為三階段來開放 新北市長侯友宜認為速度太慢 因為確診數不斷增加 開集中檢疫所居家照護 都需要投入龐大資源 也有學者認為 要有效減緩醫療工位的負擔 應該要根據疫苗接種程度 把輕症患者及接觸者的居家隔離時間 從十天降低到五天 甚至是三天 對此指揮中心回應 還是需要根據疫情滾動 不過很快就會對居隔者放寬限制 但需要全民強化自主防疫管理 搭配科技APP來輔助 簡化疫調 才能逐步回歸正常生活 帶來新聞台北綜合報導